讓股市財富輕鬆流進你的口袋 金融曼哈頓 讓惠茲分析師 帶你掌握投資脈動 歡迎收聽金融曼哈頓 本節目由News98 與大華國際證券投資顧問 共同直播 大華國際投顧102年 儘管投顧薪資第005號 歡迎收聽今天的金融曼哈頓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 阮惠茲老師 大家好 老師 今天的大盤 雖然說看起來往下跌 32點而已 但是像很多個股的震盪幅度 都蠻大的耶 對 今天的話 應該說你如果看指數 指數今天的話呢 就是大部分都在盤下 然後但是它低檔其實是有些支撐的 因為你看它最低的時候跌60幾點 然後之後它就很快回到前面那個平台 那這裡其實我覺得大盤來說的話 跌它量是縮的 所以的話呢 因為這一波是不是已經跌下來好幾天了 對啊 對不對 嚴格說起來的話 我們在5月8號盤中看到了 15757 然後之後呢就從15757 一直跌到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跌到多少呢 跌到15424 也就是說呢 已經在短線幾天之內就跌了300多點 那300多點 那如果要距離之前的15973 那這個時間更久了 因為那個幾乎已經快一個月的時間了 對 所以就是說呢 當盤跌一段時間之後的話 那它短線上也跌過 也又跌了一下的時候 它會出現什麼現象 它就會出現呢 你在高檔拉回之後 然後呢 經過利空測試之後 它就會開始去盤底 所以它在足底的時候呢 它打底的時候 那它就會出現什麼 就像今天的量縮 所以今天指數它雖然是跌的 但今天低點其實沒有破禮拜五的低點 那再來的話 今天量是比禮拜五的時候 再小一點點 表示什麼呢 表示它已經開始怎樣 準備要低檔震盪之後 這裡抽馬已經開始漸漸穩定下來了 那只是說個股上面來說的話 當然它像剛剛所說的 還是會有一些震盪嘛 那麼 但是震盪裡面的話呢 就是有一些之前的強制股有拉回 然後財報來說的話呢 那麼 當然財報比較不OK 它還是會反應的比較多一點點啦 但是整體來說的話 指數先說 第一個就是你看起來 它好像相對是比較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呢 現在它其實連五日先的乖離都蠻大囉 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其實隨時是有機會反彈的 所以呢 大家在今天的話 我覺得指數就像上一次 在低檔的時候 它其實並不是馬上V型喔 你看上次在4月25號大跌嘛 那4月26號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小紅黑 它其實沒什麼反應 那4月27號的時候 它也是小當小跌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轉折過程啦 但是它乖離很大之後有沒有 它後來反彈上去後力道就很強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有點類似那個時候的形態 但是短線無日先乖離已經很大了 所以你手上的股票 我覺得應該是要反過來去找好股票囉 是老師 那現在有很多投資人晚上啊 他們都在討論所謂的美債會不會有問題 那相信因為今天晚上美國又要開盤了 那會不會說有很多投資人都在觀望 其實美國相對強耶 對啊 就是你看美債會不會有問題 大家就想說這樣子的話 美債有問題是不是應該美國自己先掛 對啊 對吧 對不對 可是其實納斯達克它是一直在創新稿耶 對啊 所以表示什麼呢 表示就是說 它只是讓它不會衝很快 不會讓它在短期內衝太快 因為畢竟要尊重一下這個事情 那還在反反复复的討論之中 是 但是呢 它基本上它是沒有很大的一個拉回 它沒有太大壓力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最後就是會解決 對不對 只是你早一點點晚一點點 你在什麼時間解決 和中間的一個政治上面 政治的這個方式 其實政治雖然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是搞政治的啦 但是這麼久以來 大家也 其實大家都有一點心知肚明 對 政治跟經濟它還是有相關性 對 然後不是 大家知道說政治 就是它最終它就是一定會解決 對不對 然後但它解決裡面一定會來來回回 有過程 然後拉鋸一下 所以以前其實美在很久以前 它不是第一次喔 它是之前也曾經有過什麼技術性違約的之類的 然後它以前第一次之後 大家就非常非常的怕 因為第一次都沒有那個經驗 然後後來一次比一次反應小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就知道了你就是一定會這樣來回嘛 一定會來回 我不可能一次就答應你啊 今天我是在野黨 你是執政黨 我們兩個有可能一開始一碰面就說好好好 我都知道你講的錯 怎麼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看破了這個手腳之後 其實大家的反應就越來越小了 反而它每次一震檔低檔就很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的話 就是短線上它還是會來來回回啦 然後如果突然之間就馬上那個的話呢 那就會變進度比大家預期更快 它可能就直接分出去 那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來來回回一下的話 呃也是正常 但是呢 基本上應該還是要拉回去買好股票 是老師我現在看到大盤啊 它往下走大概40多點 不過還是有蠻多個股 它今天還是收紅 那如果說大盤不好它還收紅 代表它是不是又賺錢 而且它的股性又非常的強勁 對啊因為因為 經典的話因為個股還是差蠻多的啦 就是說 當然產業是有點差別嘛 那那個產業成長力也不一樣 個股也是 然後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的話 短線的波動 它不太會影響中線的方向啦 那只是說 呃 如果你可以把握到短線的震盪 拉回的買點 那就會擴大你的獲利嘛 對不對 然後所以的話你看 如果今天不是盤跌的話 那個保瑞應該創新高了吧 哇 其實它現在好像已經差點要創新高了 835耶 對 那今天的話就是指數上會震盪一下 所以今天就沒有馬上衝出去創新高 但我覺得也不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反正也是一樣會創新高 因為以前我們講喔 其實股票最終它還是會反映到它後面的東西 對不對 那你後面會出來零收獲利啦 你後面會出來的立即信啦 還有你的新訂單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你看像保瑞 它第一季數字13.62嘛 那這個是創了很多新紀錄喔 它的數字非常的好 對啊 它這個是創下了台灣製藥業 單記新高紀錄 就之前沒有一家藥 這個生技公司 一個一季賺這麼多的 然後的話也是創下OTC 單記新高紀錄 哇 所以其實它的話 創了很多的新紀錄 然後的話毛利其實也是這種毛利倍增 其實我覺得在升級裡面應該也是一個紀錄 因為它的毛利率翻很快 上一季大概20% 這一季就直接跳到40%了 所以的話呢 其實從保瑞身上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盤它有時候它一檔股票它要漲 它要漲好幾倍 它中間其實都有上車機會的 是 它就是中間它會有震盪換手的時候 那時候你如果有把握到 那麼先到最後你就可以很輕鬆的賺錢 那我還是要回到就是說 你看它的毛利增加很多 那但它第一季的營收是 是是是是有點下來 應該是講說 它第一季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在一月的時候 它的懸民藥 從代理的懸民藥變自由的懸民藥 好這就差很多了 所以那個毛利就開始從第一季底開始 那個毛利就是 它自由懸民藥應該是接近七八成的毛利 所以毛利是很高的 所以它這個 等於你毛利是往上翻 但是它的營收是往下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有一個代理的 有一個代理的這個 有一個代理的藥 那個是有營收 但獲利沒有很高的 就是它可能一個月五億的營收吧 然後 可是獲利工錢只有兩千萬 那個拿掉了 那個在三月底的時候拿掉 你看它的營收是有一點點下來 可是它毛利是倒著走 所以這就是什麼呢 我覺得第一季就是一個 一個調整 結構的調整 那這個調整是好的 因為你換到高毛利的東西 那你又用出更多的資源 可以來做後面的 所以的話 到第二季的話 那麼我覺得它的毛利會更漂亮 因為第二季你還沒有完全把那拿掉啊 對啊 對不對第二季其實你還有那個 那個低毛利東西還在耶 第一季只是把 這個代理學名要變成 變成自由學名要 是靠這個在毛利翻 但是你到第二季的時候是 低毛利東西又沒有了 所以你毛利還會再翻 所以的話呢 這創新高就是指日可待啊 反正我是覺得鍵盤是稍微沒那麼強啊 我鍵盤就還在低檔洗一下嘛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它應該早創新高 哇老師這真的魔鬼藏在細節裡 一般人看財報也不會看到這麼細耶 對啊 所以的話呢 投資蠻好玩的對不對 因為你永遠都是學不完的東西 然後的話呢 所以我常常會很鼓勵大家 尤其是我們如果有年輕的朋友 我覺得真的是 投資是一條很好的一條路 因為這個路就可以讓你 他經驗可以一直累積 然後你的實力也可以一直累積 所以為什麼大家要 這個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因為其實你就在 我們這樣每天跟大家聊聊天啊 大家其實就可以把你自己的 那個東西一直增加 那個都是可以陪伴你一直到牢的 沒錯 股票市場要學習的東西 其實非常的深 他不是一天兩天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有很多的投資人 他可能一年兩年他還 基本上學習要在市場股票裡面賺到錢 那才是真的有學到 那一兩年其實是沒什麼經驗的 哈哈 我想實在話 因為市場其實真的最重要是什麼 市場其實就是你 你其實要走過一個多空 嚴格說才一個還不夠 那要走個兩輪 好幾個循環這樣子 對你要走過多頭的時候 你要走過空頭的時候 你才知道這中間的很多的這個 這個技巧跟很多的這個操作的一些方法 那你的那個累積 就是產業面的累積啊 基本面累積也是都要時間的 所以的話呢 沒關係大家有我們這邊有 其實我們蠻多聽眾都是很資深的朋友 有很多很厲害的 就是已經是幾二三十年投資經驗的 然後的話自己也會看財報 自己也會去追蹤一些產業 我覺得這都很好 那有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那大家就一起來 那我們會把這個新的分享給大家 那最重要是大家一起來賺錢 沒錯 因為股市還是一個非常好的 可以讓你去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幾乎是白手起家 因為你可以用很小的本 然後然後可以比較快的時間獲利 是老師我看到啊 材料雖然說今天稍微有點拉 我一點點 可是它的量好像沒有 因為就是說它下跌 然後就有很多的拿出來賣 它還是在平盤下面穩穩的這樣走 欸對啊 我覺得材料是這樣子 材料它就是 它其實就是 它其實算很強勢 對啊 它算強勢整理 你還是跟大盤兩個對比一下 一般兩個塗疊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 差很多 有沒有差很大 對 因為材料 它數字是真的是強 就是說你看它的數字 呃 如果你單單看它第一季數字 哦七塊多 其實那個還沒有 應該說 它還有一些業外在裡面 它還用了一次性的費用嘛 然後那還 那還有扣掉了一點點的獲利 不然是不是應該是更高 那麼 那其實現在 接下來慢慢大家都會回到後面的展望 那你回到後面展望 那麼它五月份 營收應該會更漂亮啊 因為四月就還沒完全反應嘛 然後再來的話 接下來會漲價 那漲價的話 大概第二季 後面會開始漲 到第三季會漲更多 所以的話 我覺得它的 營收獲利後面會跳很快 所以你看股價會這樣子 其實是很強的走勢 各位聽眾朋友應該知道 就是說哪一支股票會漲 每一支股票會跌 它一定後面會有數據 還有它的基本面去做支撐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老師待會回來再跟我們介紹 軍工這個產業 歡迎回來金融曼哈頓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材料跟保瑞之外 那像我們之前提到的軍工 它好像有稍微的整理一下下 但是有些股票 其實它今天的表現 還是在平盤以上 應該說軍工的話 最近稍稍有一些些整理 就是說其實軍工最近是 就是數字比較 應該是說數字比較強的股票 有比較強 比如說像JPP JP就創新高 那有些股票之前很強的 但是財報品有那麼強 它就整理一下 那當然的話 包括像雷虎 它是分盤交易 那分盤交易 我們上禮拜五有跟大家講 那應該會分盤 它太紅了 對分盤就20分鐘 所以它一定是休息 但是就是說 你整個產業裡面的狀況 其實它還是在往上 應該說今年軍工 應該就是一個長期趨勢 那這個長期趨勢裡面 那軍工的火也還是在 因為它就是 個別走勢不太一樣 比方我剛剛說 JPP雙新高 它不叫你去轉JPP 因為JPP今天量比較大 所以今天其實不太適合下去追 但是你軍工裡面的話 應該看那個真的 立即性夠強的 什麼叫立即性夠強 就是我那個技術能力好 只有一個人會做 別人不會做 這種的話 我覺得是你要優先去 優先去發握的 因為那個就是 你那個產業上來的時候 或這個比變大的時候 它第一個收回 因為別的 你可能還有很多人去競爭 這邊就沒人可以競爭 所以這裡面來說的話 像是全訓 或者是像是寶勝 他們都是類似的類型 其實他們兩個都算是相對高姿態 你看像全訓的話 它走勢也是 它短線上面來說 就回到前面平台 那在前面平台這邊 現在KD已經慢慢打下來了 所以你KD到低檔附近 那今天也說下一線 所以的話 因為它也要擴廠 他們其實東西都 你知道一個公司競爭力強的時候 技術能力強的時候 它就會有外溢的效用 比方說 全訓它是八成都在出中科院 那別人為什麼比重沒那麼高 因為那個技術層次沒有到那麼高 對不對 因為你要用在那個飛彈上面的東西 本來就要很精準 那所以 因為它的技術層次高 所以它就會再去擴到什麼 它現在接下來就要擴廠 那擴廠的話 當然第一個軍用需求 今年明年其實都上去嘛 那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低軌道衛星 這裡的話 那我覺得它也有很大傷機 因為它的東西是 它可以去做別人的 但別人不能做它的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 就是產業上面 技術能力強的 有利基性的 有利基性夠強的 就只有我可以做的 這種的話我覺得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 follow 的 像剛剛講寶勝光也一樣 那寶勝光學 這下其實在掛牌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講 從一掛牌之後 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說就跟大家說 那寶勝它出在軍工這邊 它也是唯一啦 應該說台灣為什麼那個 為什麼這個會用它的 軍方是用它的 因為因為你其他鏡頭 都沒辦法 你要放在那個 第一個它精準度要很高 再來你要耐太空環境 高空環境 這個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它也是唯一 可以做到這個領域的 那再來的話 因為你技術能力很高的時候 你就會有那個 你那個效應就可以擴散 所以它也跟艾斯摩爾合作 它要過場 那個過場就是 就針對艾斯摩爾 所以的話 那這就是先進之城 所以它其實兩個題材 兩個方面 我覺得都很有競爭力 所以我覺得 趁盤震盪的時候 大家就是把把握 那個競爭力夠強的 那創新高就是指日可待 因為很強 你看像華福今天也很強 你看華福 它今天也是 快要創新高 今天盤衝到101塊 老師我記得華福在講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才50幾60幾而已 其實我沒想到 現在已經快要破三位數了 我就這樣一路賺上來的 你看華福我們是幾次的操作 然後 對我們華福好幾趟 這是每一趟都是其實都蠻漂亮 那因為那個東西就是 它也是全球龍頭 然後又不好做 有抓到趨勢了 對重點是那就是核心能力 就是說你在這個領域裡面做到第一名 那所以的話 這就是什麼那種 以前我們說隱形冠軍 就這種概念 你知道 我這樣某個領域裡面做到很強 那我這個產業趨勢一來的時候 我就是最大的 而且那個成長力道 就會它會 足起那個護城河 就是別人是沒辦法馬上過來的 我們有技術能力高嘛 別人要學 別人就已經 本來就路後很久了 那你還要再跟上就更久 所以這樣這樣的話 你看華福今天也是快要創新高 那麼這個也是一樣 我覺得反正第三季又過場 那第三季 它如果完整過場出來 那個貢金也是很大 所以大家還是要把握好目標 好的 老師那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因為財報非常的重要 而且每次財報開了隔天 那真的都心情跟開獎一樣 那老師可不可以推薦一些 比方說 在今年的第二季甚至到下半年 它的獲利甚至成長會比較驚人的個股 我覺得財報其實才反應 應該這兩天慢慢就淡掉了 因為它畢竟是過去式嘛 是 就是說它接下來會反應的 不是它第一季的財報 就應該講說 你接下來會反應的是第二季的展望 就是說你第一季 有些你第一季沒有這麼強 但是你第二季會衝出來 快衝出來 的那種的話 它就很快就會往上面 往上面噴出 但是比較那種的是說 如果你是第一季不好 第二季也不好 第三季也不好 就是連後面都不好 那種才會表現弱勢 所以基本上 如果純粹講第一季財報的話 它其實就是 這個反應就是要淡掉了啦 因為它以後就變過去式了 對不對 所以重點就會回到什麼 回到你第二季好第三季好的嘛 對不對 那第二季好第三季好的 但有沒有看到那個 有沒有看到那個 五月天在台北 那個北京辦演唱會 哇秒殺 完全買不到 對啊 五秒耶 三十萬張 五秒秒殺 對不對 是不是很誇張 就是大家想到其實上次那個 那個 那個 對那個也是啊 那個也是盛況空閒到那個 連捷運都是搞得跟跨年一樣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看像這個就是 誰會說會 就是那個 那個影音龍頭嗎 影音活動的龍頭 那國內的話就是必應嘛 好必應的話其實 那個就是它辦的啊 因為之前呢 不在聘也是大辦的嗎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北京演唱會 就五月天的北京演唱會也是嘛 對不對 你看那個都是很快就一下就秒殺 然後 那這個產業是去年不好的 因為去年 疫情 對啊 不能出門 不能群聚啊 而且還是那麼多人 三十萬人怎麼得了啊 對不對 那你看現在的話 今年就是大解封 那今年整個解封之後 那吃喝玩樂這一塊 那尤其是這種前面還沒開始的 有些其實已經開始 比方說像餐飲它是早就復蘇了 它不現在才復蘇 對 因為去年第四季大家就開始 開始很積極在外面 有沒有 餐廳都快訂不到了 對 那個已經反應很久也長過了 沒錯 那但是的話像這種活動的話 這樣畢竟 嗯 這就剛剛開始 因為它接下來 還有一百三十場左右演唱會 哇 一百三十場活動耶 這個活動 而且它因為股本也小嘛 那股本 那股本的話就有4億多的股本啊 所以的話呢 我覺得接下來是值得大家期待 反正重點就是我覺得指數現在的話就是 差不多這裡齁 就是準備隨時要轉折了 所以大家重點還是要把好股票把它買好了 那各位聽眾朋友有沒有聽到老師剛剛分享這麼多的標股 那我們各位聽眾朋友要趕快把握機會 那怎麼把握機會呢 電話就在廣告裡 待會趕快打電話進來喔 謝謝 謝謝 嘿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各位聽眾朋友 都是因為軟惠茨老師眼光獨到 還有新題材的標股醞釀中 如果今年操作不太順手 趕快打電話進來 電話是02-2362-8000 趕快說我要第二季的新標股 如果您不方便打電話 也可以加入老師的一對一官方賴群組 帳號是小老鼠POWER8888 小老鼠POWER8888 趕快在驚濤駭浪的台股裡 找到屬於你的領航員喔 大華國際投顧102年 儘管投顧新字第005號 本公司與節目中所推薦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